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李磊 李磊是因伤缺席了对年轻人的比赛 没有把他良好的状态继续延续 确实也很可惜 本来上一场比赛 李磊是有一次非常精彩的助攻 本来曹门队也是非常希望李磊能够持续发挥 但是由于伤病 确实无法参加对年轻人的比赛 最终曹闻对2比2逼平了年轻人 结果还不错 对于李磊来说 李磊也是在社交媒体用积极的话语来鞭策鼓励自己 确实一个人在外 李磊也经常用这种比较积极的话 发在社交媒体上 有个健康的心态 有个好的心情 加油自己 这样的口吻来鞭策自己 确实也不容易 现在在刘洋队伍中有吴磊和李磊 吴磊基本上全国球迷都已经失望了 现在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李磊好歹还能上个场 踢个十几分钟 但是李磊作为后卫进球比较困难 能在场上多待几分钟能有一个助攻 大家就是对他已经非常满意了 希望李磊能够尽快把自己的伤病调整好 尽快返回到场上 因为在欧洲 一个人必须要健健康康的 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不管在场上还是在场外 这样才能让主帅更加信任你 才能有更多的上场机会 不然的话 在国外劳受伤 你再大能量也发挥不出来 李磊呢 其实在北京国安也是经常受伤 我不知道他这个体制 也是属于容易受伤的这种体制 他的踢法呢 感觉不是特别硬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出现伤病 这也是他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确实一个人出门在外 有很多地方需要自己 不是像在国内 有很多人帮着你这样子 在国外一个人 就完全靠自己 希望李磊能够尽快恢复吧 总是把五磊和李磊 就混在一起说 感觉说习惯了五磊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